大金牙休想取得阿弥 有两个弟兄在这盯着 他说 他会想办法 新的密码本在吕波身上 别动 交通站新站长 你是高风亮 教官 高队长 武功队新阵势杨小花 向你报道 我要的是条好汉 你是个女人 但你已经看不清了 我急于抓吕波 也许是个错误 尽快地找到内津 队长已经开始部署了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等拿到密电码 滑北八路 就能一举当平 到那个时候 你也就没什么用了 什么 我的意思是 到那个时候 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了 努力吧 还有一种可能 你们想过吗 什么 就是他虽然已经怀疑我了 他还会回来杀我 不可能 他怎么敢回来送死 放心吧 別 amerедь 长官 动手吗 手不动 我不动 等我命令 是 走 你以后给美洲的 狗不动 我不动 我不动 张贵的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都担心死了 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小问题都解决了 那就好 等你吃饭呢 我去给你做一碗 咱们这儿的土特产 生爬羊肉面 但是我现在更喜欢吃的是 生爬内煎肉 生爬内煎肉 但是我现在更喜欢吃的是 我去给你做一碗 咱们这儿的土特产 好 枪都准备好了 说了 什么时候叛变他 组长 行动吗 不要着急 如果他真的动手 吴仁义肯定已经没劲了 他出来立即进行抓捕 是 陈主纪 好像动手了 一个大教官 还对付不了一个老吴 一方尽管其变 身在地后 随时都要准备战斗 当然要随身带枪了 你有什么权利冤枉一个同志 谁说我是叛徒 我才回顾 根本就没人认识我 如果你不是叛徒的话 怎么我一到这儿 就被鬼子给盯上了 吕战斗 你一出门我就告诉你 这里情况特别复杂 鬼子汉奸特别多 你一个生面孔 没人认识你 所以才容易被盯上 我刚出门两分钟就被盯上了 他们也太厉害了吧 你说什么 两分钟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对 跟踪我的那个特务 已经被我杀了 没想到吧 他长什么呀 中等身材 戴草帽 跟踪的技术倒不错 可惜碰到了我 你真杀了他 不杀了他 还让他一路跟踪我到武功队吗 完了 完了 你是完了 叛徒 你强离我吧 吕博同志 别叫我同志 吕博同志 你杀的不是特务 是我们交通站的小马 你看 是不是他 是的 怎么回事 你刚到这儿 人生地不熟 我让小马悄悄地暗中保护你 没想到 我真存 既害了小马 也害了你 你要写什么 我必须要把真实的情况写下来 我死不要紧 不能让你和小马背黑锅 我知道 组织上对我有怀疑 我可以以死 证明我的心白 那好 我已经误杀了一个自己的同志了 我今天不想再杀人了 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吕博同志 吕博同志 我今天可以死 请你转告组织 我以死谢罪 一 为老交通站被清洗 二为被今天冤死的小马 我再不认识 也许不会叛党 行了 别演戏了 待会儿强一响 你必须马上走 这里不能再留了 你在拖延时间吗 我 高队长 这张小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能答应她留下来呢 她可是没有任何座宅经验的 这事回头再说 警官掩不前的事 是三个特务 人口不少 他们领教了教官的厉害 不敢轻敌 你的那个吕教官 确实厉害 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他就被活捉了 是啊 高队长也会吃醋吗 吃什么醋啊 我是实事求是 我告诉你吧 吕教官啊 是永远不会被活捉的 可是他确实被活捉了 那当时鬼子正压着他往前走呢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绝望 要是真正到了 确定不能脱身的时候 三秒之内 他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秒怎么死啊 真要是落在鬼子手里 想撞枪弄弹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 找你的意思 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你也可以 当然 所以 你可别惹我生气啊 我一生气啊 说不定就会死了 又装 装 包吴同志 你作为副站长 刚才怎么能这么冲动 李博同志 不是我冲动 组织上对我有怀疑 刚才又听说你杀了小马 我真的是不想活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同志 怎么可能会是判同的 我刚才是在考验你 你相信我了 吕博同志 包吴 你怎么会有的 对了 小马呢 你们刚才不是见过面了吗 嗯 刚才我一出门 发现有人跟踪我 我差点动手把他给杀了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呢 我发现他是自己人 我现在已经派他 去收集飞车队的情报了 飞车队 嗯 下个月 鬼子又要进行大扫荡 军区决定 敲掉这个给鬼子开录的 汉奸队 这个任务 已经布置给武工队了 接下来 我们尽可能地 给他们提供一些情报 对 早该干这些狗汉奸 对了 窗户那个警报 是你设置的吧 是 我们得赶快取消它 不然的话 小马都不敢回来 还是你心信 我早把这钱给忘了 你看 今天的情况特殊嘛 是 是 老吴通过吕波的审查了 看来我们错怪老吴了 就 这么相信吕波 当然 无条件相信 那教官也可能犯错误 我就问你 那特务为什么不抓他 放我长线 吊大鱼也可能吧 那情报站还有什么意义 完全暴露了 你大教官赶紧撤吧 这要出事了 损失可就大了 我就知道你刚拯于怀 我说高大队长 你一大老爷们儿 能不能不那么小心眼啊 咱们不就是拥抱了一下嘛 这很正常 你也可以啊 我可没报过你啊 除了那天在老孙家 那是万不得已 特殊酒 你想起来了 你终于想起来了 那那天晚上你说的话 还算不算话呀 我想起什么来了 你刚才不是说 你 你 你再好好想想 我说什么了 行了 你这样有意思吗 没装 我没装 行 你没装 我去看看你装还是没装 看你能憋多久 高风亮 高风亮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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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队长 队长 高风亮 你别吓我呀 长官 您的判断又对了 吕波没有怀疑吴仁义 我要轻易下结论 尽快联系吴仁义 让他搞清楚 吕波回去之后 发生了什么 还有跟吕波来的女人 到底是干什么的 介绍目前 我们还可以继续利用吴仁义 还有 这个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的 八路交通站 长官 长官 大惊押明天婚礼的流程 已经定下来了 天忠 让吴仁义尽快确定 武功队明天会不会行动 怎么行动 明白 闺女 闺女 吃饭吧 这是你最爱吃的打卤面 你先来 放我看看 慢点 慢点 好 小心点 副队长 队长咋回事 看来还是老伤 不是这都要好 咋又成这样了 脑袋里边的伤看不出来 就不该让他到处乱跑 那该咋办啊 还能怎么办 要让队长休息 不能让他再出门了 还要尽快 把他送到后方治疗 副队长 你为啥老想把队长送后方 这 队长起来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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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狐狸呀 完了 队长又啥也记不住了 又成傻子了 臭狐狸 长了个乌鸦嘴 队长 多骂脸去 多骂脸去 队长 你感觉怎么样啊 说不出来 脑袋里也好像有个铁球 真黏黏的 你安心休息 什么事都别管了 扶我起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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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我能不管吗 现在是关键时候 萌子 回报情况 高队长 我要求你休息 副队长 我冻到脑子可能还好 你要让我睡过去 也许就醒不过来了 那行吧 赵萌 你把情况跟队长说说 我去给你倒点水啊 明天上午九点 大金牙会带着他的飞车队 全体出动 从他们老巢去阿敏家 然后带着阿敏去八仙楼 这一路上吹吹大大 招摇过世 怎么着也得一个钟头吧 对 他们上午十点钟到八仙楼 知道摆多少桌吗 不知道 但是听说 所有的汉奸 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要去 完本四郎也会去 地锡城所有的厨子 都被请去帮忙了 喂 到时候你娶阿敏的时候 可弄不了这排场 大鸡牙那叫娶阿 那叫强抢名女 我就那么一说之举吗 这话能这么说吗 狐狸 我看你就是嘴欠 大鸡牙那个大来蛤蟆 还想吃天羊肉啊 队长 咱们怎么干 要干你就干一瓢大子 同志们 想不想把定席的 鬼子汉奸的头脑一锅端了 下 那就在八仙楼里动手 机会千才难逢 队长 明天八仙楼 肯定有很多鬼子和军官 这特战队 都肯定少不了 咱们这么去 会不会太冒险啊 就是 队长 再说了 我们还担心你身体能行吗 正因为这样 版本四郎不会想到 我们才能打他个措手不羁 是 是值得一试 不过 咱们这人数太少了 是不够 联系吕波 让上级派增远 这叔叔 要是老孙还在就好了 一会儿就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老孙在就好了 现在队里弄个杀猪女的 管啥用啊 那女的是杀猪的 咋回事啊 你们这都是什么表情啊 我告诉你们 不许瞧不起杨晓花同志 那个 队长 这杨晓花啥来头啊 就是队长 你说那么多 战斗英雄你不要 你偏同意把她留下 这不给五公队添乱吗 行了 别说了 这也不是高队长的问题 这都是朱司令给强迫的嘛 不 刘伯最后告诉我了 朱司令延给了我拒绝的权利 最后是我决定留下的 不是 队长 你们说了半天 到底是咋回事啊 我来告诉告诉你们 这个杨晓花同志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样 这刀法还行吗 太行了 以后啊 你就在厨房帮厨 这个太适合你了 我跟你说 要是有猪可杀 那才真正能看出刀法来 我不是跟你吹啊 甭管多大的猪 我一刀毙命 我才那么一划了 你猜怎么着 一划啦 热乎乎的内脏 全都出来了 行了 别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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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放这儿 坏你 姐姐 高队长呢 高队长 他有点不舒服 不放家休息了 你怎么样啊 适应吗 我挺好的 所以同志啊 我觉得小花啊 特别适合在厨房帮厨 太适合了 这土豆谁切的 这刀法一看就练过了 我就切点土豆 没啥 你们可别这么夸我 小花 你看啊 我也是玩废刀的 我就切不成这样 小花 以后啊 你就留在厨房 没事别出去了 啥 厨房不是我隐藏身份吗 我不出去 我咋执行任务 我咋傻鬼子呀 噓噓噓 你小声点啊 这可不是在后方 别大声嚷嚷啊 我 我知道了 我那个什么 撒门大惯了 赶猪练出来 我以后注意 慢慢改吧 我告诉你啊 咱们现在的敌人 不是猪 而是狼 知道了 姐姐 那啥时候给我派任务啊 先别着急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隐藏身份 要熟悉环境 让周围所有人 都对你习义为常了 你才可以参加行动 知道吗 那得多久啊 却得看你表现了 我在这后厨 能有啥表现啊 小花 不光是你 我们每个人 都有隐藏的身份 你看 高队长隐藏的身份 就是东家 我是他的表妹 你 我叫牛大虎 是店里边打铁的 平时给过往的跑马帮 修修马地铁啥的 这个厨房里边 杀个鸡啊 宰猪 都为我 牛大哥 行 行 好 以后 这后厨里 杀猪 宰鸡的活 就包我身上 行不 行 别 别我厉害 小花 我是赵猫 在店里边负责扛大包 平时帮客人 装货些货啥的 能挣不少赏钱哪 真的 花啊 以后在厨房帮厨啊 还给你发工钱 什么都跟真的一样 不要工钱 我说小表脸 你是啥身份呀 我这身份吧 不大好界定 简单地说呢 你方圆这一片 都陪我乖 小花 小花 他就是大混混 抽你那德行 你要明白 我们就是 最普通的老百姓 平时就是干活过日子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潜伏下去 我明白了 我呀 就好好地在厨房里干 操命 以后要有什么事 就找王长贵的 和这个 其他同志 减少来往 为啥呀 咱一大姑娘家 这老跟男的在一块 这容易让人人起怀疑 行 那以后 我要是碰见他们了 我就偷着摸的 冲着你们 眨眨眨眼 这样总行吗 随便吧 那时间不早了 大家分头心动吧 等会儿 我去哪儿 不要问 不要问 看你小眼把这个样 好 乖儿呀 你呀 先慢慢切 我去前面看看 好嘞 好 完了 赶紧关机 没想到这么快也就用上咱们的新发宝机了 没办法 武功队有新的紧急请示 要说咱的新密码本真是彻底更新万代 什么也看不明白 想知道吗 不该打听的不打听 这点作为一个老同志还是明白 老吴啊 特殊情况特殊规定 不要什么情绪 要说 还不如当初跟周战长一块牺牲呢 好赖也算是个劣势 现在算什么 憋屈 老吴 别着急 这次配合武功队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定系情报站 就算打了一个翻身仗 漂漂亮的一血牵齿 不就是大金牙的飞车队吗 我又瞎打听了 老吴 咱俩别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好不好 我相信你 但是 我只能告诉你一点 可不止一个飞车队啊 如果这次武功队搞定了 定系 就相当于被我们拿下 好了 收起来吧 这是新机器 我手还有点盛 想再练 行 那你千万别开机 这样我明白 来 偶尔 好 你 好 你 我 可以 掌柜的 尝尝咱们这儿的羊肉面 行 我掌柜的 掌房呢 那我也给他送给他 好 一堂 假如已经决定 武功队明天会袭击飞车队 说说你的计划 我觉得他们很可能 从新荣街和广昌街动手 为什么 因为这两条街比较狭窄 周围四通八道 特别适合他们的游击行动 就算一击不正 也能迅速撤退 会分析敌人了 有进步啊 所以我建议 把所有的兵力 布防在这两条路上 坐等武功队上钩 那你觉得 主办婚礼的八仙楼 不重要吗 不是不重要 而是 武功队没那么少 去八仙楼赴宴的这些士官和士兵 至少有上百条墙 而且您亲自作证 他们是不敢来的 很好 好 站过来 无人意 报告紧急情况 他还在发报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情况有变 吃饭了 站住 饭呢 无数 这面要趁热吃 这凉了可没法吃了 一定要做到另行进制 明白吗 无数 我怎么了 今天上午 让你暗中保护旅站长 为什么要保护 无数 原来是因为这个 这也不能怪我呀 这旅站长他太厉害了 那以后就要好好学习 明白吗 好 那我这是找旅站长请教下 你先下去吧 我先去 长官 没有了 吴仁义那边已经静音 够了 情报已经非常清晰了 电文里说 武功队正在紧急请求上级支援 要一举拿下定系 难道 他们要发动一场功臣战吗 天忠 你怎么看 中国人最爱讲擒贼擒王 我想 武功队瞄准的是明天的八仙楼 他们妄想把定系军政长官 一网打尽 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太不自量力了 不要轻敌 吴仁义的消息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开始 有针对性的部署了 吴仁义这次的表现 出乎了我的预料 没想到 他敢主动冒险 为我们报信 他不是为我们 他是为他自己 他知道自己已经被严重怀疑 他知道自己已经被严重怀疑 留给他的时间 可多了 可惜了 多好的一枚棋子 他算什么 听众 高峰亮要求调动全部部队 你怎么看 长官 所谓的全部精锐 我认为 就是附近几个县市的武功队 要是我们能够一举歼灭 整个战区的武功队 那我们定系特战队 就立下大功了 召集军官会议 下个月 贵则的扫荡 已经基本确定了 这次军委所长战略部署室 前方 臂急锋芒 后方 坚决破戏 坚决破戏 报告 鼎西情报站特级加密 这个高峰亮 胃口也太大了吧 不但胃口大 但胆子更大 不但胆子更大 孙元 定系是鬼子的粮食 和弹药大藏库 如果能拿下定系 咱们这次的反早当 就算成功一半 说得清楚 鬼子让板北四郎 坐手定系 就是防着这一手 孙元 我倒觉得 明天 说不定还真是个好机会 干掉板北四郎 抢他们弹药库 如果高峰亮的计划失败了呢 那我们积攒多年的 敌后武攻队力量 可全报效了 司令员 机会难得呀 好 那就赌一把 命令各武攻队 以最快的速度 向定系方向靠拢 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无必到达铁牛林 是 还有 通知所有团一上军官 立即开会 如果明天武攻队成功了 我们就趁着敌人指挥系统瘫痪 一举拿下定系 是 这二狗都怎么寒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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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什么 主售的鸭子 鸭子来了 准备开吃 余队长 军军命令 打满再说 特急 你 撤 队长 这肉已经到嘴边了 这只是一根肉丝啊 那边是大白肉 最快速度 铁牛林 撤 撤 撤 老高啊 包算哪 老高啊 赶快进屋休息 你这伤啊 在脑子上 你得少操点尖才好得快 不操心能行吗 几个县的武功队联合行动 这么大的事 是咱们长老的 这要出了任何岔子 担待不起啊 你说的也是 你说的也是 要不然这朱司令啊 非得把你脑袋给拧下来 我倒是不怕他呀 就是咱这心里过不去 老高啊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整出这么大动静 又是武功队集体行动 又是大部队调动的 真的是想 趁着大金雅婚礼的时候 拿下县城吗 不行吗 那你这胃口也太大了吧 就算啊 咱们竭尽全力 也未必有把握吧 除非你能把八仙楼里的 鬼子头目一网打尽 但这事 也太不容易了吧 是不容易 你呀 一向都是最谨慎的 不会让那么多人啊 陪着你一起冒险 所以我猜呀 你这计划里边一定有秘密 你一直瞒着大伙呢 是不是 姜还是老的辣呀 老汪 老汪 这事 你容我暂时保密行吗 你呀 爱说不说 反正呢 我是负责呀 咱们的武功队后勤保障工作 行动这么大的事啊 我也管不了 老汪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你这后勤保障可太重要了 没有你咱们武功队寸步难行 可以这么说 你才是武功队最重要的人 你看看你 你就是能输 我说的可是真心话 你看咱们这个大车店 被你经营得滴水不漏 不显山不漏水的 虽然身处闹事 可鬼子和二狗子的眼皮子 愣是不往咱们这扫一下 你这伪装和潜伏的功夫 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这都是基本要求 不从那上 你这更神的事啊 还能顺便把钱给挣 咱这生意 被你经营得风生水起 武功队的所有经费 武功队 不用上级拨款 咱们自己就能解决了 有钱好办事啊 你知道吗 每次我到军区开会 那其他武功队 那可老羡慕我了 都说我绑了个财神爷呢 行了 你别再夸我 再夸我都找不着北了 本来就是个做买卖的出身 这也算是老本行吧 只要是组织上需要啊 这大车店啊 咱就能一直开下去 老王 我正要跟你说件大事 你也先琢磨着 你说 我有种预感 大车店要出事 你怎么会有这种预感啊 是我们出了什么疏漏了吗 暂时倒没有 但凡事儿都要向他前头不是吗 那总得找个由头吧 由头 就是明天的行动 怎么了 方案有漏洞 跟方案没有关系 这次行动 已经把阿敏姑娘牵扯进来了 而且阿敏和赵萌 关系就那么密切 而且阿敏和赵萌 无论如何 大车店跟这件事 脱不了干系 所以 这件事 我们要好好总结一下教训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纰漏 这事是太意外了 当初赵萌和阿敏好的时候 我已经按你的吩咐 查过阿敏家的底细 他们家呀 和这个汉奸 鬼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把杆子都打不着 所以 我们再也没去干涉他 这事儿啊 我连赵萌都没告诉 他知道也没啥 这是组织上必要的证事 咱也不能太渴求自己了吧 谁能承响 这大尖牙能看上阿敏呢 这真是防不受责 不是要渴求谁的责任 而是这件事 已经对大车店构成了威胁 我们的行动不需要阿敏配合呀 只要我们自己 能多注意一点 没人会怀疑到阿敏的 你更何况 阿敏和赵萌的关系 没有几个人知道 你是不是多虑了 你说的是没错 但是我要说的是一种可能 最坏情况的可能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了白门斯朗 任何蛛丝马迹 他都可能追查下去 那你觉得怎么办 青天不无丁 做好撤退准备 撤退 你知道你这一句轻言的撤退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做好 放弃大车店的准备 这是一个大车店吗 老王 这可是我们两年的心血和努力呀 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的呀 我们总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担忧 是轻言撤退呢 老王 这可不是小小的担忧 任何一个风险隐患 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牺牲 你就告诉我 如果要撤退 你需要多长时间准备 三天 别开玩笑了 真要出了事 谁给你三点时间 现在就要准备 我反对 这太轻率了 这是命令 老高啊 咱们不能自乱阵脚啊 老高啊 早准备 就能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你记住我这句话 你啊 就是太谨慎了 谨慎不好吗 老高啊 我们来商量一下 撤退怎么组织 这个不用你考虑 我早有准备了 无非就是人 财 物资 就知道你心里有数 好 说说你的想法 人 我们自己好办 主要是店里的客人 还有伙计们 我提前遣散他们就行了 你得给我半天的时间 咱们挣的钱啊 我都存了银行 肯定能确保敌人发现不了 我们带走就好了 至于物资呢 我们就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吧 你啊 就爱攒东西 你看那地下室都满了 这我知道 那文件呢 我没提文件的事啊 就是因为咱啊 也没有什么重要文件 因为 所有收到的电文啊 就随收随收了 另外 还有一台发报机 一个密码本 这是比我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我得随身带着